近期全球紧缩货币国家政策与公料双涨等问题 房地产正面临巨大挑战 正式集团在此推出房产金牌奖 鼓励优质房产业者持续向前 在今日邀请全台湾房地产业界精英 一同讨论不动产趋势 我刚刚简单看了一下 我们大概全部房地产的资历加起来超过500年 台湾人过去这段时间 在几十年的一个房产发展中间 其实有一种说法 台湾不是被吓大了 大力通才会有大力多 就是一种讲法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黑天鹅坐在灰犀牛背上的一个状态 那你到底是要跑还是要跟他拼 有一种讲法叫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红红也好讲什么的 局势变化 那风雨飘摇呢 那房地产怎样 小弟讲一句话 风雨飘摇 房地产凶大碗 大概都通常都不会摇到 房市在政府的打防之下 显得有点低迷 那我们为了跟业界希望能够共享胜举 那房地产也是火车头工业 那我们藉由这一次房产金牌奖的举办 希望能够再掀起一波热炒 为业界注入一记强心计 透过此次中时房产金牌奖高峰论坛 汇集业界精英智慧的碰撞 再创台湾房地产的新实力 中时新闻网综合报导 呼噬 诶 哦